1月的時候就有說他已經提了那個離婚嫌疑 然後說他最早在2019年的時候 就有類似的想法 那日本周刊呢就是剛剛我們提到那個文春炮 他最早是這兩天他加碼爆料說浮雲害出現了一段 讓人受盡委屈又找不到相愛證據的關係 我真的覺得很棒 因為他不是就是拍到一個長的就是還蠻高大 然後有人說很像大股香檳 對人家今天在那個春訓靠了一把拳被打 我擋這也中槍破名其妙 對就是拍到就是好像有過夜還是什麼 但是現在是說是分房睡 對就不是一起 那為什麼他們兩個的關係好像不錯呢 就是問好就不知道他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然後江宏姐說不認識他 對浮雲害他有出來說就是他最近就是心情很不好 然後這個男生呢是在他的一群好朋友裡面是比較支持他 那就是可能是一些我覺得平常會聽他出發心情的 你們相信嗎 確分勸分不勸合 我覺得八卦就是 三分性就好 三分性 三分性就好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的啊 我剛剛說的是 我覺得八卦是七分證 就聽聽啦 那你為什麼要信假的那一塊呢 七分證就表示三分假 然後再三分性 對我最近是那三分 喔你看鄧維喜歡聽假話 大家偏偏就跟他說鄧維你好帥喔 認識你 好的好的 你有沒有說過什麼假話 有啊鄧維你好帥 傻瓜 傻 那為什麼你會問我信不信你自己你覺得 你相信 我覺得他們的婚姻一定有問題 但是在就看文春看出來 因為其實昨天16的時候我是第一個播到這個新聞 然後我當場在主播台上叫出來 因為 我覺得這個在 55張照片出爐之前 我相信他們一定有吵架 那父親難免吵架何況他們還生了兩個小孩 我單純只是以為就是吵架 還沒有和好 所以之前那個江洪杰生日的時候過得這麼的尷尬 對但沒有想到現在如果多了一個人出來 那相信就會搞得更複雜 而且不願愛感覺上 似乎也沒有想要多做什麼挽留的舉動 吃了蹭妥鐵了心 感覺兩邊現在都是透過就是經濟公司回應說這個 我們 就是先這樣子 那我們走走看看 現在在放話呢應該只有輔原愛喔 江洪姐目前好像還沒有 因為有一說不是說奇怪的事 不是兩個週刊對不對 對啊 女性7 拍到55張照片 那 今天有個分析說這兩本週刊基本上很難得 同一時間播 同一個 喔這件事情我倒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感覺像 而且很吵喔 7-7這邊是有完全的照片 就看完全只有文字 所以說好這樣 不是說好的 是因為他被拍到了 今天有人猜測是不是趕緊聯繫另外一家 來說出他這邊的說法跟形成 所以福利安你記不記得當天那個時候有過一天po文說 我好像懂了這什麼 為什麼 有些事不直接來問我呢 對對對對對我有看到那一篇 對對對對 對對我有看到那一篇 對大家還記得嗎 就少女動靈有沒有 有些人的話可以信 沒有啦就是我真的覺得別人家的事就別人家的事 只是說就是 我看那些文字其實我也覺得很心疼 我相信他們 剛開始 在一起或結婚的時候一定想要對對方好 而且現在有那麼兩個的小 那麼小的小孩 然後搞得這麼難看 就是我覺得婚姻真的不要透過媒體放話 因為媒體通常會放大跟曲解 有的時候 而且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們媒體最愛的 對啊 看得很難過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會稍微加料 對啊 我覺得心情就超差 我那時候就是 撥完一類我覺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就是心情非常差 的確在日本的週刊在他們兩個結婚之前就曾經有過 幫這兩個人做一些一系列的報導 然後就在講說兩個人的婚姻其實在 各自條件上面並不大對等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後來他們就是搞到吵架 這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是當初的那個報導就是說 因為撫原愛不管是他的年收入也好 或者是他在桌球 上面的表現也好 其實都比江洪傑來的突出 那江洪傑那批過很多國家隊的戰袍嘛 但是好像在日本那邊打球 成績也不大的影響 那那個時候在日本打球就還有一說是他好像是靠著就是 撫原愛的名氣在那個地方打球 所以 我相信兩個人在 媒體 一直不斷的緊逼的情況下 兩個人的婚姻其實也會有壓力在 對啊 然後這個壓力就是 我覺得我們算很難想像 對啊而且我覺得說真的 每一對夫妻都會有 自己的問題 但是就是 我真的希望他們好 尤其不論為了自己或是為了兒女 但如果真的撐不下去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坐下來談一談 有時候透過媒體放話 會讓本來應該可以好好結束的一個問題 然後又再度被放大 其實我本來是覺得說就是你兩個人如果結婚 你真的不開心離婚 這沒什麼 但你有了小孩之後小孩其實才是 最無辜的 第三者 小孩的問題很麻煩 謝謝你